联合國環境規劃署18號公布了一份環境報告 主要是在指導各國和各界如何與自然和睦相處 報告指出氣候變遷、物種喪失多樣性以及污染 這三個相互關聯的環境危機 都需要從永續發展目標的角度來徹底根治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8號在紐約總部 對外公布了全長168頁名為與自然和睦相處的環境報告 內容指過去半個世紀全球經濟增長了5倍 但環境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古特雷斯指人類是在對自然開戰 這些魯莽行動的後果全都顯現在人類所遭受的苦難 巨大的經濟損失以及地球生命的侵蝕 氣候危機、物種多樣性危機以及污染 每年奪走好幾百萬人性命並讓地球殘破不堪 和過去只關注分析議題 但避免對各國領袖下指導其的環境報告 不同的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這份從過去全球性研究 整理出來的報告直接點明了必需改變之處 他呼籲各國改變稅負改變衡量經濟產出 改變發電的方法 農業、漁業乃至於人類的飲食都要改變 而為了加速邁向低攤未來與恢復自然 報告還建議每年準備5兆美元經費 補助石化、工業化農業、漁業以及礦業轉型 聯合國環境大會將在下週登場 還有許多重要的國際環境會議將舉行 像是11月的聯合國葛拉斯哥氣候大會 古特雷斯特別指出今年是大力大破至關重要的一年 需要有新的架構保護物種 採取重要方法降低污染 恭喜新聞王滬文編譯